空間菜晚上的話 它的漲的速度會更快 所以說你晚上的水分太高的話 它會弄你弄你去 趁著露水未乾之前灌改 王兆龍說 種葉菜類最大的學問 就是水分的控制 水分需求高的菜種在最中央 日照時間有沒有風 每天的變數都會影響給水的考量 還要依照生長周期 小菜給大量的水 大菜反而少給一些 大菜給大水的時候 到最後都是難典的 剛開始被水考倒 從土木工程轉行有機農業的王兆龍 長達好幾個月 月收入只有一萬多 幾乎撐不下去 後來四處到農場學習 慢慢領出同事 回過頭在自己100個溫室裡 反覆嘗試 那這個是經驗累積學來的 是不是 所以我們說 做什麼 做什麼事都一樣 多看多學習 堅持有機種植 土壤 蟲害 雜草都是考驗 有機組成的300壯士 負責消滅蟲友和小草苗 而給牛吃的盤果拉草 混合木蟹 芝麻 純植物性取代了化學肥料 你動物性的分辨 你其次分的話 它會很多抗生素中性水 連腐爛的菜葉 黃兆龍也不會拿來回收施肥 他認為這隱藏重染滋生病菌的風險 小心翼把關取得有機認證 不需水洗的蔬菜標榜100%食用 9度C包裝冷藏就能出貨 創造出比傳統市場10倍以上 全年均一價的優勢 也希望守住更多人的健康 做有機農業可以讓醫院減少 大家都健康的醫院就可以說 比較少一點 努力14年在有機市場 已經有了一席之地 黃兆龍說 種有機蔬菜在每一個細節 都必須有所堅持 才能守住品質 做馬雞都中央 做空 做空 做馬雞都中央 做空 做空 做馬雞都中央 做馬雞都中央